射個一發 哇動作好快 救我 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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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父幫父你去哪裡 一個怪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 我是老頭歐德美 歡迎回來歡迎回來 非常感謝各位長久以來的支持 一樣呢如果喜歡這個系列 記得左下角個喜歡右下角個訂閱 或是在下方留言或是把影片分享出去 感謝各位長久以來的關愛 今天呢我們呢 要來製作一下我們身上的一些工具 以及我們的裝備跟道具 由於我們的等級 已經來到了72級了 上一集老頭是70 這次老頭又升了兩等 已經72級了 那我們已經可以開始進入這個 鋼製時代了 你會看到老頭這邊呢 鋼製系列都已經學起來了 然後制式手箱這些呢之後再說 然後我們的槍枝系列才開始解鎖了 到時候我們可以來開始玩槍枝了 可是老頭比較個人是希望說 所有槍枝都解鎖完畢之後再一起玩 會比較好一點吧 然後最高等級80等是吧 我看一下喔 沒錯 80等所有藍圖都解鎖了 然後很可憐的是 我的建築大師 一直找不到藍圖 用什麼方式才可以獲得藍圖 我覺得有點 有點難獲得 對啊我以前是怎麼拿到藍圖的 我記得我以前是去前面那兩棟遺跡 就拿到藍圖 之後我不管是去哪一個遺跡 打到全部都是裝備 沒有半張藍圖 藍圖怎麼能拿 有沒有各位大大可以幫我解惑一下 這個藍圖到底是怎麼辦 好不好 那麼呢今天 雖然我們要製作一些裝備給大家展示 但是也不外乎呢 我們要去抓外面的一隻新生物 那就是我們的冰精靈 本來老頭是想要抓劍龍 可是又想說抓來之後不知道能幹嘛 因為說真的劍龍的功能 好像好像好像也沒什麼功能的感覺 然後 他是位於在高山林地 然後你看我這張地圖 我這張地圖的高山林地好像只有左上角跟 左下角的一小塊深綠色而已 不是那個草原 也不是那個沼澤喔 沼澤是淡綠喔 深綠是 深綠是左上跟左下喔 這個地區只有這兩塊而已 其實非常的少 然後這個地區只有兩隻恐龍 就是劍龍跟我們的 那隻那隻豬 那隻什麼 那隻背上長得像青苔的豬阿 青苔豬阿 就做這兩隻而已 然後據說會有熊貓 可是我一直都沒有遇到阿 好不好 好啦 總而言之呢 反正今天就是要去做這些事情 那在開始之前好 我們現在取個名字好了 好不好 各位我們來取個名字 就是你霸王龍了 老頭已經想好了 我有看到各位呢 很多人取的名字都不錯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不對我的胃阿 真的不對我的胃 然後他的臉 一如往常的 看起來很討人厭 不知道為什麼 這次 這個版本的霸王龍 做起來非常討人厭 雷龍也是 可惡 會不會以後 不管是什麼恐龍 只要是很強大的 那個表情都是這不得性阿 都像剛喝醉一樣這樣子 阿不管了 我已經想好名字了 戰鬥龍捲風 為什麼要叫戰鬥龍捲風呢 因為 你們有沒有看過蘇瑪寶貝 阿 你們有沒有看過蘇瑪寶貝 蘇瑪寶貝的那個 戰鬥暴龍獸的戰鬥龍捲風 或是叫恐龍克星好了 恐龍克星 哇感覺有點帥 嘿嘿 阿這個 那個那個 那個牙骨獸超金華 金華戰鬥暴龍獸 他的戰鬥龍捲風 跟恐龍克星 很帥 阿 如果呢 有人有看過這個 蘇瑪寶貝的第一季 阿可以在下面留言說 欸我有看過 我有看過 阿歡迎歡迎 接下來呢 阿對齁 想到一件事情 我本來是要開始介紹 鋼製裝備了 但是呢 老頭有點想要把周圍蓋一些門 我們看一下我們現場 有沒有辦法做 能做就快點做吧 越講越奇怪了 好我們這個做兩個吧 欸怎麼不是 我們是要木頭的呢 欸突然覺得木頭好醜喔 那我們剛剛打石頭幹嘛 喔石頭也是需要木頭的喔 那okok用這個 兩個就好了 讚讚得 我想一下喔 恩 欸我是不是弄錯啦 欸這太大啦 欸我做錯啦 欸 不對不對 這不是我要的東西 13 15 16 17 18 19 20 從這地方開始 挖挖挖 喔 這樣應該ok了吧 我先算一下距離 ok 這邊再弄掉 會不會對稱阿 嘿嘿 不會對稱就算了 NICE 好吧就這麼一扇 阿到時候後面呢 再看一下怎麼加強 阿就為了這一扇 搞了我一堆時間 來咱們看一下有沒有對稱 好像有優好像沒有欸 沒有就算了 有對稱嗎 好像有點偏左喔 阿我是怎麼算的 阿我數過來不是40嗎 阿算了 反正我們到時候再補 就先這樣子吧 然後老頭做這些工業熔爐各位也看見了沒有 有沒有 這是我們的工業熔爐 工業熔爐到時候老頭會想要移到別的地方 然後下面的這個 熔爐應該是不會改變 因為工業熔爐是拿來做鋼鐵 鋼錠阿 做鋼錠跟鋼化玻璃的 然後還有汽油的 那熔爐跟鋼鐵 跟鋼業熔爐 不是 熔爐跟工業熔爐的區別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兩個都必須存在 不然你什麼都 不然你沒有辦法做鐵 沒有辦法做銅 也沒有辦法做銀 也沒有辦法做金 都不行 所以說還是要留著 然後這到時候我會把它移開 就這麼簡單 然後呢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鋼錠做了多少 其實還蠻多的 鋼錠我們還蠻多的 有點重 我趕快把它放到倉庫裡面 來來來來來 然後 哎哎哎哎哎 哎呀 洗吧走開哦 幹什麼東西 我已經那麼高了 嚇死了 OK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鋼製的裝備 我們還有這個複合弓 複合弓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也可以先做 算了不做了 我們先做這個 啊 還需要汽油 我們這邊有 來來來 弄了不少啊 汽油 武器就這兩種 鋼劍跟鋼骨劍 給你們看一下鋼筋跟鋼骨劍長什麼樣子 其實我自己也很想知道 然後 防禦勒 防具勒 防具在這裡找到了 防具有分三種 哎 哎啊我沒有學我沒有學 我沒有學 我沒有學 我沒有學這個啦 鋼護手 鋼系列沒有我直接跳鋼骨系列 所以說呢 就只有兩種而已 一個是龍眼甲 一個是鋼骨甲 然後剛好我們現在要開始往鋼骨這邊發 呃出那個什麼 鋼骨這邊 開始製作 我們就直接跳街了好不好 其他就算了 好 然後老頭身上那個 裝備呢 就要把他丟掉了 來我們來看看 拉 我看看 我們先裝一下我們身上的這個 鋼製鋼鐵系列 鋼骨系列 啊我不是都拉過來了 怎麼沒看到 鋼骨鞋 好像沒有差多少 鋼骨手套 鋼骨褲不用哦 因為我們本身就有一個鋼骨 啊多做了 可惜 鋼骨衣服 哎呦感覺帥哦 可是我覺得 他這個肩甲好厚 好像龜殼有點醜 我比較喜歡這個尖尖的感覺 我倒是比較喜歡尖尖的感覺 可是鋼系列感覺方比較高 感覺鋼系列方比較高 九六對方比較高 而且 哦我懂他的意思了 低溫抗性跟高溫抗性是相反的 所以說這是看情況 如果你你的那個 你到了北極啊 或不是北極到了那個冰封之地 有沒有你可以穿鋼骨 低溫抗性會變高 好 剛好我們今天要去那個地方 非常好 所以說這套也是不要丟啦 各自認為也不太需要丟 好 鋼骨鋼骨 鋼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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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骨衣服 放進去了 暫時性先丟進去 鐵骨靴那些 鐵骨系列暫時 這個也丟 這超級沒用的 好了 好我們看一下我們的 鋼骨劍 鋼劍這個是鋼劍 攻擊多少 你過來哦 靠北 賣照哦 砍一下嘟嘟鳥 一百三 我們的鋼劍很帥有沒有 看起來好像奧林帕斯神劍 沒有啦 其實有差啦 還是有差很多 奧林帕斯神劍比較粗 比較大 然後這比較細 這是鋼骨劍 鋼骨劍什麼樣子呢 細細長長的 哇看起來好像什麼雷神劍之類的 還蠻特別的 攻擊力如何 砍一下劍形象 一百九十二 哇 打到頭暴擊 一九二零 啊 那兩百四 啊 還不錯啊 個人覺得 好啦我們多了一套新的套裝了 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好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歡 呵呵 工具吧 每一萬個是工具 沒錯 這三把 啊 不用啊 鐮刀不用做啊 鐮刀我已經有了起來 就死屍了 沒關係 好了我們有到 我們有這兩樣了 啊 這兩樣到底能不能挖一雞的方塊呢 其實我還蠻好奇的 啊我真的還蠻好奇的 當初我們那時候在開 開挖的時候 各位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我們在開挖的時候 那個挖那個地 地洞遺跡 挖到快哭了 我們待會 直接過去開挖看看 我挖一斧頭 對兜育 要怎麼跑到這邊來的 啊 哇賽 哇賽 哇你看硬邦邦 你看這好光澤有沒有 來 廢話不多說 點一下火 哇 這麼深 哎,有了有了有了,我們試試看 挖不挖得掉 你看 他這邊想起鋼鎬 你鎬鎬鎬 哎,可以耶,是不是有裂痕 哎呦 這個裂痕 還是說,這裂痕是騙人用的 根本沒有任何聲音啊 建議採集,使用鋼鎬 好,被騙了 哦,那這就是我們的鋼之系列 我們鋼之鏈金術師 哦,不是啊,我們鋼之 鋼做的裝備的系列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應該是沒有弱做什麼吧 應該是一些鋼的裝備的核心 應該都這樣做出來了 那麼接下來呢,我們要去抓的就是冰精靈 那冰精靈他位於的位置就在冰封之地 廢話,宇宙那個地方有 哦,難道你可以熱帶雨靈 還會有冰精靈嗎 啊,不就很奇怪 好不好 那我們呢,他是魔法箭矢 啊,可不可以騎成 我好像忘... 哎,他可以騎還是不能騎 哦,不過他的功能很特別 現在不管他能不能騎 他的功能是 一個兵...他的功能就是 你把東西放在裡面 你可以有保鮮的作用 他就是一個活動冰箱,你懂嗎 我們現在到了這邊 我們看一下這個冰宮上面的箱子 重置了沒 來偷撿一下 這邊可以偷撿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我們上次有偷撿過了 哎呀,我們看看 好像是在... 在正門的前方 哦,這裡 嗯 哇,好像沒有哦 沒有重置哦 他這個重置時間 好像都... 都不太一樣 哎,是不是 啊,沒有重置 好吧,算了 啊,所以我說冰精靈呢 冰精靈下班了是吧 啊,冰精靈是不是下班了 啊,班拿捏 哎,奇怪 前面是不是有一個 哎,又有一個 哦,這邊就又有一個 哎,撿寶箱啦 啊,還要說嗎? 撿了撿了撿了 撿好撿慢啊 哦,傳說 好爽哦 啊,我這個多做的啊 嘿嘿嘿 哎,傳說耶 哎,啊啊啊啊 我去哪裡了 哇 201 啦 哇 哇 201 啦 啊 這冰精靈 精英的冰精靈 好恐怖哦 不敢下去 啊,又撿到就好了 還蠻開心的 好啦,我們終於找到一隻了 在那邊純純移動了 各位看見了沒有 啊,我覺得 這一手應該就不需要用到空戰了吧 好不好,我覺得這個不太需要 但是還是按一下跟隨 以防萬一是吧 你看看 有沒有像米其林 不一嘴嘴啊捏 好,來來來來來 射個一發 哇,動作好快 救我 欸欸欸 死 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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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幫父,幫父 你去哪裡 一個怪 Oh my God 欸,啊啊 冰精靈呢 Oh my God 走開,走開 喂 石像果,你是在鬧的 你是不是害死人啊 我覺得我還是不要 要給你開根 所以好了,搞死人 人家跑到上面去了 滾 傳說劍攻擊真的好高 砍一下三百多耶 有 他突然動作變超快 嚇死人,人家上來了 他走路超好笑的 哈哈 他走路方式真的超好笑的 嗨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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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他走路好可愛喔 好可愛 你看 咚咚咚咚 咚咚 跑掉了 我另背一百多隻劍我不相信喔 嗨 昏迷了,昏迷了 哈哈 終於阿 我們看昏迷長什麼樣子 眼睛有閉起來嗎?眼睛沒有閉起來 哇!五百五千五難怪 五千五 阿我們的我們的水晶勒 找到了 那要看他吃一下加多少 哇!暴風雪啦!逆風啦! 風向已改變 快吃阿!他吃七顆就這麼多了 其實加滿多的我覺得 一百三吃一次嗎?看一下 我覺得應該是一百五或是一百四吃一次 我是這麼覺得啦 一百四沒有那就是一百五了 保守估計一百五 吃吧! 耶! 入手了!這小 小王八蛋 那我不知道他到他後面吃什麼 應該全程都是剋這個吧? 算送你好了 我們現在可以來測試一下到底是不是冰箱 你看到 像是這塊肉 四分三十五秒 丟進去 三小 十 都給你了 太棒了 那這個勒 三分二十一 丟進去 兩小時 果然是冰箱 太棒了 來!我們解放你 那我們順便在這現場直接看他攻擊力了 好不好 你再看屁啊 眼睛揍得超好笑的 怎麼感覺跟那個袋鼠一許同工之妙啊 哇!哇! jump! 右鍵 尖尖碰碰拳 這什麼東西 看一下 爛東西 他右鍵是尖尖碰碰拳 尖尖碰碰拳 哦!Sanway掌 哦! 他左鍵是神聖拍打 神聖歐打 等級1 尖尖碰碰拳 尖碰碰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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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碰拳 尖碰碰拳 尖碰拳 尖碰打 哇靠 568 拿招而且還有緩速速 還要緩速的效果 哇!超猛的耶 但是他的負重有點低啊 可是我覺得依照他的血量 跟他的 他的血量其實已經很充足了 我覺得五千九真的是夠了 然後 該怎麼說 也不用刻意點攻擊力阿 就是負重就好了 他的存在量 然後 哇塞 一個小時 超級大冰箱 我說真的 那還會跳 還會跳的大冰箱 喔 攻擊力真的頗高了 太讚了 來吧 我們把他帶回家 這意味著我要把他東西就帶在身上了 我不會操縱阿 可惡 現在不能變成方塊 那你過來 好吧 那我們今天就在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有個訂閱 右下角有個喜歡塊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方舟方塊世界再見面了 掰掰 在這裡結束了